請吳吾炳銳進行 尋催時間共分15分鐘 主席王院長 麻煩請法務部羅部長跟我們毛院長 各位好 委員長早 委員長早 想請教兩位 對於刑事訴狀法要採起訴狀一本主義這樣子的精神 有什麼樣的看法 我本人一直都覺得這個理論 它其實架構上就有矛盾 他認為說起訴狀一本可以避免先入為主 你知道日本的刑事訴狀法採起訴狀一本主義 已經多久了嗎 我知道很久 但是日本國情跟我們很不一樣 日本國情跟我們很不一樣 他們的民情跟我們差別很差 你知道全世界大部分的國家 如果是採這樣子的訴訟法 都已經採起訴狀一本主義了 如果人家有困難的話 人家比我們法治進步 實行了這麼多年 部長我認為你這樣講是本位主義 起訴狀一本主義最重要的精神 是要讓裁判公正 因為我以前在當法官的時候 我不具體點名 我的同仁 曾經我們台灣因為司法資源比較少 所以是好幾個法官同一個辦公室 就是table and table 三四個法官坐同一間辦公室 我在年輕的時候當法官 我們有那個同事 還沒開庭 他沒開庭 他沒開庭 他說 看這個檢察官的起訴書裡面的書證都像 這個書類啊證據啊都相當的完整 我認為他他是這樣講 他說他認為 這個被告沒有任何答辯會被他採信的餘地 判決書先寫好了 這個其實就是不裁起訴狀一本主義最大的問題 對於裁判者而言先入為主 你法務部一定是站在這樣立場 因為你法務部從頭到尾就抵抗起訴狀一本主義 已經抵抗了多少年了 我跟你講你們真正的心結在哪裡 你們心裡的真正的魔咒 在擔心檢察官失去司法官的資格 那這的確是一個大問題 這剩兩件事 怎麼兩件事 我講他們的心態 因為你沒有當過法官 你沒有當過檢察官 你不知道 你只是因為讀大學法律系 你後來考了律師 當律師嘛 在法官跟檢察官 因為台灣的 這個考試是採這個司法官一等特考 所以當初在大學研究所說大家是同學 考上的時候到司法官訓練所也是同學 那你知道司法官訓練所如何分 發為法官跟檢察官嗎 他們不是照這個志願 是照三個名次一組 一二三名一組 第一名 結業成績第一名第二名當法官 第三名當檢察官 第四名第五名在當法官 第六名當檢察官 所以使得很多的檢察官 他限定上就認為說 我跟你們法官是同學啊 我只是運氣背 我不想當檢察官 我是運氣不好 剛好我的名次是369的倍數 是三的倍數 所以我當了檢察官 我是講很多 我不是講說全部 有一些檢察官的心態是這樣 那到了法院之後 因為法官是獨立審判 就是我們憲法明定的這個司法官 那當然他就受到司法官的保障 檢察官現在司法官那是用准用的 所以他們很擔心 可能你不擔心 但是我說有一些檢察官他們很擔心 有一天司法官的資格 就會不見了 所以所謂的司法加級啊職務保障啊 他們擔心會失掉 他們個人工作上的保障 所以演變成他們抵抗很多 台灣司法要進步的制度 齊訴狀一本是其中之一啊 還不是只有這樣子而已 那我問你 美國 美國的訴訟之後 你又說國情不同 美國採立案制度 他也不採我們現在的這個所謂的 主動偵辦 是採立案審查 那 舉述說一本主義再來就是要帶來的 當然就是立案審查 因為原則上 檢察官已經不出地檢署局所謂的主動偵查辦案 那檢察官事實上 我坦白講以我一個我法官的立場來觀察 我承認法官立場來觀察 檢察官事實上也沒有能力辦案 因為一個坐在法庭上 配備書記官只能夠把當事人調來問的 要已經成案了他才能問 一般案件能不能成案 都是從警察單位調查單位送上來 他做後端的整個開庭的訊問 所以你說如果檢察官自動沒有這個警察 沒有這個調查人員在前端辦案 然後自動自己去調了幾個檢查 調了幾個檢查到調了幾個調查人員 主動在那邊偵辦的 很少啦 報告委員像實案案件還有貪毒案件 檢察官也很多主動出擊的 有很多跟我們陣風一起 但是這個造成一個制度上的混亂 我現在跟你講制度上的問題 到底檢察官 我就回到本題 到底檢察官是司法官還是行政官 如果他是司法官的話 他配置在你們法務部底下 到底你的刑事政策 治安敗壞 是誰該負責任 所以這裡就會產生到一個 這個地方就是拿捏的問題 各國的制度不同 但是台灣這套行事訴訟制度 其實是19世紀100多年前人家德國的制度 到現在沒有多大的改變 做這些自自圍圍結結的那些改變很少 我跟你談的這個訴訟進行中的本體啊 你們非常的保守抗拒都不願意做改變 報告委員 正因為如委員講的我不是法官 也沒有當過檢察官 所以檢察官的屬性如何 要不要用起訴狀一本主義 我完全都不是從檢察官角度來看的 我是認為其實起訴狀一本主義 我在大學列書的時候 我就很懷疑他的理論到底是不是自相矛盾 因為即使你不是說起訴狀一本主義 你所有的見證一起送給法官 我跟你講一個問題 台灣人絕對聰明才智很高 但是我認為只要是人 聰明才智都差不多 沒有誰比誰天眾英明 全世界那麼多先進國家 採取訴狀一本主義這麼多年了 在你口中他們充滿了矛盾 日本採取訴狀一本主義 檢察官認真禁責定罪率也九成多 比你台灣的檢察官的定罪率 是不忍阻獨啊 報告委員 日本的認罪率高達90% 所以他們有九成的人根本就沒有經過真審 他只要被人家檢舉被告他直接就認罪了 所以他們定罪率容易高 他們也比較容易 所以你是認為日本的民族性是 只要被人家檢舉為犯罪他都自己承認 很多大部分 我想你這樣子 你這樣的講法 我講台灣的法界很難接受 我跟你說 起訴狀一本主義 很多的學者 從我在念大學的時候推行到現在 他就是為了要避免你的先入為主的 這個一個千天上面的一個成見 那人家極端的國家都遂寻得很好 台灣的檢察官因為 不習慣以法庭為中心啊 他不習慣在法庭上面做這個訴訟上面的這個工坊 現在當然看到一部分的檢察官現在專門做在這個論 在在在法庭活動 那一部分的檢察官是辦案活動 可是我覺得齁 我個人認為如果體制要清楚 要考慮啦 因為其實你要考慮到 到底要不要採立案審查 到底要不要採起訴狀一本主義 這個如果有真的大變動的話 這才是我們台灣訴訟法 跟其他西方先進國家 能不能接軌一個重要的地方 當人家都已經往前走了這麼多年了 都走了幾十年一百年了 結果台灣還是一直在這個地方 真實發現啦 談惡主義啦 這個都距離人家 西方先進國家的訴訟制度 實在已經差太遠了 好啦我想談這個問題 因為是抽象的法律的談的問題 對毛院長也不公平 我現在來談談 對立法院的尊重問題 大家知道 法律是本院制定 所以基於三權分立 對於我們本院制定的法律 應該給予尊重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二十七條 條文有明定 選舉的訴訟罷免 設選舉法庭採合議審理 因先於其他訴訟審判之 以二審終結 不得提起再審之訴 各受理治法院 因於六個月內結案 你有沒有發現我因那個字 有提高因調 因為我們知道法律人 因跟德就差很多 所謂的因就是必須 本院規定 這樣子的訴訟 必須六個月內審理終結 每一審 而檢查裡面前面有 前項有講喔 因先於其他訴訟審判之 什麼意思 法官如果有其他的訴訟 要以這種案子做最優先 就是我們說的強制集中審理 強制集中審理 當然這個是民事訴訟 跟你沒有直接關係 我是講給你聽 大家依法來論法 如果對於立法院的法律有尊重 你就去瞭解說 他的立法意旨為什麼這樣規定 因為我們就是認為說選舉 過去立法委員三年一任 現在四年一任 如我以立法委員為例 你選舉發生的選舉訴訟 到底你的當選有沒有效 殘送今年 一審打兩三年 二審打兩三年 等到判決的時候任期都滿了 這個訴訟已經失掉他的實質意義 所以當時立法院在立法之後 第六屆立法委員 那時候本席也在立法院 強制規定法院 民事訴訟法院 必須要在半年內審結 而且 他要求他優先集中審理 什麼叫集中審理我想你知道了 就是 不是說今天開完庭之後 我再訂個兩三個禮拜之後 或是第一個月之後再開庭 而是必須一二三 如果你這個案子要優先 今天開明天開後天開 證據齊備的除非在調查證據 其他時間你要集中審理啊 這樣子的訴訟才能夠最優最快啊 最優先啊 我來看看你們喔 對自己的檢察官是這樣的態度 李全教 他被檢察官起訴 讓選吳叫做事務 你知道他怎麼做嗎 他告你們台南地先訴 從檢察長 主任檢察官檢察官 他都告 他告的目的我認為啦 當然也不是要讓這些檢察官他認為什麼不法 他告的目的是要拖延訴訟 因為這裡非常慘的就是一個 一個司法界的狀況 這個我我以前也是一樣的狀況 因為法界 大家圈子很小 很多的法官 跟很多的法官或是檢察官 他們之間是互相是配偶關係 我們也說法界有很多的班隊啦 或是學長學弟 學長學妹學姐學弟這樣子的婚姻 婚姻狀況 他告這些檢察官的目的 原因是因為 他那個案子的審判長 台南地院的審判長 剛好是你們 台南 這個承判檢察官的先生 所以他以告 告訴為目的然後去申請法官迴避 這個是惡性拖延訴訟 我跟你說 我們本院的法律就規定說 在六個內院應該審結要優先集中審理 台南地院對這些法條視而不見 這個也是 他把法律的規定視而不見 他當作民視 還出來講說 因為有什麼樣的困難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條文 可是沒有例外規定 法官法第30條 我現在跟你講的都是法條 我唸法條給你聽 法官法第30條 司法院設法官評鑑委會 長理法官的評鑑 裡面的第六款 無正當理由 遲延案件進行 致影響當事人權益 情結重大 這件事情 關係到台南市的議長 當選有沒有效 情結當然很重大 然後整個法院的審判制度是違反 這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27條 優先集中審理必須在六個月內審結的規定 然後他的手段 是用控告你們法務部所屬的 從檢察長到所有的檢察官 以檢察官是法官為配偶的方法 來要求法官迴避 一次駁回 兩次駁回 三次駁回 一直提告 一直拖延訴訟 我們認為 這會被人家懷疑 瓜田裡下 是不是有什麼原因要包庇他 讓他能夠這樣拖延訴訟 那加上這幾天市長所講的 這麼巧 當初去辦這個案子 包括搜索 包括羈押的這些檢察官 在你的任內全部都高升 所以現在台南地檢署的檢察官 就把他不起訴訟分 部長我告訴你 你駕押的人犯 不起訴訟分 你們台南地檢署要做出交代啊 當初什麼理由駕押人家 這裡面有國賠的問題耶 沒有理由把一個議長 駕押了 到現在你的地檢署做不起訴處分 對國人也要有交代啊 請駕押人學章出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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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駕押人學章出詢